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11月28号 那又到了咱们又星期四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总是很快 那么一周的时间也很快 那么一下又到了咱们即将收尾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相对于咱们临初的那一波节奏和行情 或者年终的行情 那么临维的行情稍微稍显乏力 在这个情况之下 白天的行情在左市的一个节奏上面 过于的一些拖拉和一些纠结 整体的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 那么这也是大家要去试验的 整个市场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和节奏感 那么我一直也给大家说过 这个市场也一直在变 他们可能以往的一些特点 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又会好回去 所以说整个市场都在变 我们要学会去适应它 那么当下的节奏就是比较缓慢 那么这个缓慢的节奏里面 咱们怎么去把握行情 咱们去调整自己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这方面的思考 好那么这些点呢 大家知道明白自己去解决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旁边呢 也是给大家就再简单的去说几句 今天的旁边在我看来 也还是相对来说打点的机会比较清楚 重点来讲就这么几个 那么首先第一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云游 朋友们云游的思路在我看来 我觉得依然也还是比较清楚的 朋友们对不对 我给大家说过是什么 看震荡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它在这里下来了 上去 昨天又跳下来了 那么今天如果给它价格 我们又继续做多 对不对 就做它的震荡就可以了 不用想太多 就做它的震荡 这个是在云游这样的一个结构上面 一小时级别 它就是一个高位的震荡 大家按这个结构去做就可以了 是一个我们日内可以去做的一个打点的策略 差不多在这样一个位置附近的价格 就差不多了 好 这个是咱们的云游 当下的话就做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 而环境呢 我觉得目前相对来说也比较清楚 大家也不需要看得太远 当下的话 30分钟 大家只需要看这一段行情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还没缓冲出来 缓冲有点慢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大家来看这一段 这是之前反弹的一个点 那么今天就数着这两个点之间 一小时级别 就做这个位置的震荡就可以了 对不对 现在在中间 如果它今天上去 我们在这里去做空 如果今天它上不去 先下来 咱们在这里继续做多 所以说呢 咱们的一个环境的走势也是非常清楚 当下也是把它当成这样一个局部的震荡去处理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一个环境的思路 大结构 大思路上的东西 目前也不给大家讲太多 等它走出来了 有动作了 再给大家去分享 好吧 好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是保持一个局部震荡的思路和原油差不多很多 那么这就是咱们当下的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具体的一个走势之中 它也还是在一个震荡状态之中 没有走出太多像模像样的行情 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比较高潮的行情 现在来说还是有点远 大家把当下的一个震荡给处理好 接下来我们再借记行事 这个是咱们黄金云游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也还不错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去讲一讲 这个点是美加 美加在我看来 我觉得也还不错 朋友们 美加的话 其实我给大家的思路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震荡 也是一个震荡 但是这个震荡可能就更清楚一点 朋友们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四小时级别 朋友们 大家就做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我觉得异常清楚 对不对 朋友们清楚吗 对不对 非常清楚吧 这里上来 下来 这里非常弱势 再下来 现在又这样上去 这里咱们避空 这是一个确认度还不错的机会 直接这么做延续的概率 在我看来比较低 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空它 去做空它 好不好 好 好 这就是美加 结果相对来 就也还不错 朋友们 整体这三个点 就是可以给大家去交代的一些点 大家可以对这些思路 在自己的旁边中做好标记 去来了 咱们就按照咱们的计划 去做执行就可以了 好吧 新朋友们 今天的早房分享 就这节目几个点 大家按照这个几个点去做就可以 黄金云游也是我们的一些 可以去重点去操作的对象 因为它的一个节奏 相对来说会比较快 在当下的方面来讲 节奏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 那么其他像美加 其实确认的不错 来了 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参与 好吧 新朋友们 今天早房分享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喜欢我们节目视频的朋友 可以去优过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公众号 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 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先朋友们 祝大家交易顺利 咱们在明天时间 再见